Hello 这里是机密油菜花 那么我们今天来介绍一款阅读工具 叫做Readwise 这就是Readwise官网 Readwise是之前作为一个聚合高量的间隔重复工具 也就是它把电子书和文章的高量提取出来 然后以一种间隔重复的方式不断的去引导你记忆 并且非常容易去重新修改对应的卡片内容 也就是渐进阅读和渐进学习 那么在之后它做了一个新的工具叫做Reader 而这个Reader我真的愿意称之它为最佳的现代化阅读工具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呢 你可以看它这里有一个跳跃的描述 它首先是一个稍后读软件 并且它也是一个支持newsletter 也就是邮件订阅的 并且它支持RSS源的导入 然后它也支持普通网页上进行高量的一个工具 借助于Chrome插件 可以快速保存文章到Readerwise的Reader里面 而最重要的是它的颜值真的非常高 而且它支持全键盘操作 并且可以聚合我们所有的阅读员 包括书包括newsletter 包括各种各样的文章 并且支持进度条 之前我对它期待非常非常久啊 因为我目前的一些阅读的材料已经不局限于RSS 稍后读甚至PDF和推特的现成 那么这样一个工具其实就帮助我说去聚合了所有的阅读员 然后呢我可以在一个地方去all in one的阅读所有的材料 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 最终也能够帮助我去打造令人满意的个人知识创造流程 好那么今天呢我其实就收到了Readerwise的邀请 所以我今天就会带大家来开箱一下它的表现如何 以及它有没有可能替代我使用已久的Digo 另外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移动端 它也支持全文搜索以及高亮功能 那它也在整个PKM圈子当中受到了广阔的欢迎 很多的YouTuber和推特的大V都开始使用它 在之前Readwise已经成为了阅读流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因为它可以直接将所有的笔记支持导出到 像Roll Research Notion, AppNote, Obsidian, Logsack等等 同时呢它也可以支持将20多种应用当中的highlights 比如说Kindle, Pocket, Instapaper等等这些地方 甚至包括Twitter的收藏或书签都可以导入到Readwise 并且支持聚合的导出到你的笔记软件当中 然后它的API也非常的优秀 就你可以跟整个世界的其他公共API进行集成 而现在它作为一个阅读器 它直接取代了之前在其他阅读软件当中的流程 让一切阅读的行为都可以发生在Readwise Raider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适合Power Raider 也就是阅读爱好者的一个令人欣喜的工具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试一试它 它的域名就是Raider Readwise.io 然后我现在已经进入进来了 进入第一眼就感觉非常的简洁 然后你鼠标Hover上去 右边这里会发生变化 像这个文章的作者呀 Summary呀 甚至一些Metadata都体现在这里 包括你的阅读时间 统计和这种进度 然后它这上面有一个工具栏 可以看到它有把这种Later 把阅读的流程分为Inbox Later以后以及归档 这边也会有一个Tag的功能 我一进来我怀疑的话 是它把我Digo里面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已经导入进来了 所以我这里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素材 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我在 Digo里面已经收藏过的文章 包括微信公众号 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个筛选 就是通过作者呀 Category 长度 进度等等这些元素进行筛选 然后这边会有Links和一个Notebook 也就是我的笔记高亮 其实这个页面非常简洁 我可以去添加新的东西 而且它会有一个Home 支持很多快捷键 01234 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打开这个侧边栏 好那么我先想找一个事情 就是我想切换到Dark Mode 你看它这里还提供一个叫做命令行的一个快捷入口 就像Alfred的一样 你可以快速输入任何你想要执行的命令 这个基本上是现代化工具 现代化产品的一个必备的东西 好我们来切换这个Dark Mode 我就发现黑色主题果然非常好看呀 那我在最上面还可以给它添加成一个PWA 作为一个独立的APP进行展示 这样就更加的沉浸了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的一个阅读体验吧 就是当我们首先打开这个Hom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一个Continue Reading 应该是我之前如果读过的话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我如果没有读完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Continue Reading 好像没有出现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看到它给我们的首页 已经做了一些自动的聚合排列 比方说它会抽取出这种 可以快速阅读的 或者是阅读时间需要很长的 或者是你最近高亮过的 然后包括Twitter这种 都可以直接Session在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列表就能够作为一个 快速Session的一个参考了 比方说我现在就想做一些深入阅读 我就可以在这里打开一些新的 比较长的文章 然后我也可以在这里点开一些 可以快速阅读完的内容 目前来说应该是对中文的数字统计有问题 所以像这种中文的长文 它也没有被显示出来 那么可以打开少数派的这篇文章 来看一下它的阅读体验如何 我印象中它是支持快捷键的 比如说我直接按这个鼠标往下键盘 向下方向键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段落之间 就直接进行了跳转 而此时当我按下Enter的时候 然后来看一下它其他支持的一些快捷键 这里可以通过问号直接打开所有的快捷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快捷键知识 所以我就来找一下 我可以怎么样加一个highlight 直接输入N就可以加highlight 然后加T加F作为收藏 加T就是加tag 以及有一个shortlist 那么可以简单试一下 首先上下左右这种方式进行导航 就可以让我们的键盘直接进行阅读的全流程 这个对于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来说非常非常的喜欢 比方说这里我们将这个段落按下N 它就直接进行了一个高亮 然后我就输入自己的一些想法 自己的想法 按下Enter 它就直接保存了 然后我们继续就往下阅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也设置一个note 专注模式 然后呢我再按下一个T T就是进行一个加tag 比方说我加一个ls的tag 然后左边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 它自动的把这个大杆 文章的大杆给它显示出来了 这个对于阅读的时候 非常非常有用 之前我是用一个chron插件 可以提取网页的这个内容 然后进行跳转 那么现在它内置到阅读器里面 所以这个阅读体验真的很棒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notebook 里面就包含了我刚所标注的这些高亮 然后我也可以展开收起它 那当我没有阅读完 我可以加到这个later 但我先回到home 你可以看到我之前没有阅读的部分 它就直接出现了这个continue reading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阅读体验 你可以从首页快速的进入到你想要阅读的类别当中 根据你的时间去分配 当前你需要阅读的是哪方面的材料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library library可以用来做一个快速筛选吧 比方说这些内容 我就可以直接删除或者归档 删除应该是delete或者是d 把我筷子键按下d就可以了 那有些它没有办法预览的内容 它可能就解析失败了 然后直接就删除好了 到这边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的图片的识别好像也非常正常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吧 就比方说我按一下o 它就自动打开了 按下筷子键o 它就自动打开了原文件 它的这些筷子键设计的非常的 怎么说呢 nature 自然 就是我猜的我如果用o的话 就会打开它的这个原网页 所以它就出来了 然后它可能提取微信公众号稍微有些问题 比方说这里的图片 它其实在这个阅读模式下是没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之前也提到了它支持网页端的highlight 所以我们直接安装一下它的chrome插件 如果它的阅读体验高量体验可以超越低够的话 我就基本上会完全all in readwise了 ok它提示我的readwise highlighter已经添加到chrome了 那比方说我这里可以直接右键highlight save to reader ok那比方说这篇文章关于meta是否成为硅谷的tag坦尼克号 那我们就在这里进行一个高粱 比方说我要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readwise自动把这个下面 对这个下面有一个工具栏 它直接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可以直接加上tag 然后auto highlight 然后我可以选择是later还是硅档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鼠标选中一句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直接点击就可以进行一个高亮评论 加上自己的评论 然后按下快捷键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去看 这边可以直接 如果你加上了这个auto highlight 这个选项的话 那么你选中的一句话就自动的被高亮了 这个体验真的非常好 那么可以再来highlight一下 但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低够的原因 就比方说我选中了一句话 大家注意看 这里有一个低够的工具栏的显示位置 当然readwise reader 它自动就把这句话给highlight了 但是如果我没有打开它的阅读模式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鼠标放在哪 低够的工具栏就会出现在哪 所以你可以最小移动去点击这个highlight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要标注的这句话给显示出来了 而一般的这种高亮工具 它都会固定显示在单前的这个位置 比方说我再刷新一下 我没有选中这个auto highlight 你看鼠标在这个位置 低够的highlight它就直接出现在鼠标最近的这个位置 而像readwise的reader它的highlight出现在的上方 其实你的鼠标就是要移动一定的距离 然后才能点到这句话 但一定程度上如果你用这个auto highlight 然后你就可以边阅读边直接highlight就好了 然后加上一些tag 比方说这里是vr ok那阅读完了之后你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归档或者是later 那这篇文章我直接把它加到later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回到这边readwise的阅读器里面 我们可以看later里面就出现了刚刚的这篇文章对吧 然后还包括一个进度条 所以这种数据统计和这种进度条的激励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帮助我们去追踪自己阅读的一个情况 然后当我阅读完了我可以直接进行归档 然后右边可以看到所有的notebook高亮的内容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fade 这个fade呢是我们可以直接添加rss 目前这里我没有 那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比方说我添加一个我的博客的fade吧 比方说我打开我博客的这个fade 然后把它在reader里面添加进来 他应该就会抓取目前我在里面的内容 比方说我之前写的文章 少女神音 他就出现在了这里 但他这个解析好像有点问题 哦不对 他说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to read this document 就他需要一些时间来对这篇文章进行解析 所以他应该有一个全局的缓存中心吧 也就是他把这些文章统一储存起来 如果说之前有人已经打开过这篇文章 那么他就自动化的被解析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篇文章里面 讲了如何克服效率神隐的五个要方 他的目录也就直接出现在了这里 我可以直接点击进行跳转 但这里好像有一点bug 然后可以按下N 对这个内容进行高亮 按下N 按下N 所以这种标注体验就非常的棒 然后他也可以按下JK 所以在不同文章之间进行切换 比如他说这就切换到我的下一篇文章了 哇哦 这个你看这里有一个Purist的Document和NextDocument 就可以进行一个跳转 好我们再去看一下他的搜索 反正说我现在来搜索一下 按下斜干就直接进行了搜索 按下斜干搜索 比如说Tina Tana 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之前做的视频 王叔一老师的文章和Tana的一个首页 这个体验也非常的好 因为他支持搜索的高亮的嘛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关键词 他就会变成黄色 包括我之前视频 他这个格式的解析还挺酷的 因为这个是个人空间 他就会把我个人空间里面的几篇 这个视频全部都展现在这里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他有article 文章 然后会有books 书籍 然后目前他网络直接支持e-pop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在这里阅读 我所有的书了 太棒了 那我们来找一本 比方说这本刻意练习好了 直接拖进来 他显示他已经file uploaded 已经上乘完毕了 然后就可以在readwise reader里面 直接阅读了 那可以看到他的解析还是非常好的 哇哦 他的整个目录的结构 他的目录结构也会有一个缩进的效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阅读 也支持这种快捷键的方式 直接进行标注 然后写下自己的想法 有目的的练习包含反馈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到了这里 他也包括这本书的阅读的一个进度条 和右边的这种高量的结果 还可以去编辑这个metadata 可以写下自己的summary和这个书的类型发布时间 我专属的一个邮箱地址 对这个就经常会拿来做newsletter的订阅对吧 好玩好玩可以 他这里也有提到就是如果我有一些邮件直接就可以进行阅读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forward 比方说这个邮件 我直接forward到刚刚的这个readwise的地址 send它就过去了 然后或者是我在订阅的时候 比方说我订阅一下 呵呵说话 这个竹白的newsletter 然后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我的readwise的邮箱地址 然后点击订阅 我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看他是否能够帮助我 把newsletter的内容也全部都放进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刚刚 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这封邮件里面包括两个邮件地址 他其实也有提到 其实你可以在邮件里面直接就对当前的这个邮件的destination 也就是目的地做一个区分 比方说你如果直接发到faderreadwise.io这个地址的话 他会存储在fader里面信息流里面 如果发到laborate.readwise.io 他就可以直接存储到你的laborate库里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固执己见或者说一个最佳实践吧 就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些内容是直接可以放到readwise的laborate里面的 有些东西可以作为信息流之后再来阅读查看 好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个邮件发过来 这个格式真的非常漂亮 就是我刚发的 阿里的这个邮件 他讲了三个闹钟 然后就演示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订阅的这个邮箱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他之后如果主板再发newsletter的话 应该也会自动出现在我的readwise里面 然后这篇文章 当然不需要 所以我就delete了 这边刚刚发的这个邮件也同时出现到了newsletter的email这里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包括pdf 那我们再来一个pdf文件好了 真的很期待他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归动到一起 比方说我之前收藏过l先生的文集 那么可以看一下他在上传文件 这个之前我是在marginote里面直接读的 所以如果他支持这个本地文件这些各种各样的阅读材料类型的话 那么真的耶 我可以在readwise里面做所有的事情了 而且他的阅读体验 他又可以直接导出到barysearch 我甚至都不用在marginote里面进行阅读了 而且使用marginote或者说其他的阅读器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需要用鼠标 就是去滑线嘛 各种滑线 但其实我会至少我会更倾向于直接用这个快捷键去操作他 当然如果是在iPad上的话 对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readwise在iPad上的一个体现 至少他在移动端的手机端的阅读体验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篇pdf非常非常长 所以他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格式化一下他 我们再看后面17个推特 我之前其实已经绑定过推特了 那么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比方说我之前发了一个推特的线程 然后呢这个线程是包括了我对推特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通过私信发给readwise 然后加上一个简单的t代表它是一个线程 然后我们再来回到readwise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否能够抓取到刚刚的推特的线程呢 刚刚可能没有成功 那么我们直接重新来link一下我的推特账号 它已经link成功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直接回复readwise safe 然后呢看它是否也可以把它保存进来 它可能有一定的延迟哈 那么再等一下吧 我们就回到之前L先生的这篇pdf 哦它也没有显示出来 可能对这种比较长的文章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我们再搞一个简单的pdf好了 比方说我直接把长沙这个旅游攻略给它上传进来 最后一个呢就是这里的shortlist 就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有些内容可以快速收藏到目前的这个地址 所以我们就可以展开它 它有一个splitview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哦也就是它可以对这个内容进行展开 就是把这个tap 比方说我再split一个trigger state 它可以按照不同的状态进行一个查看 好我们可以看到推特这个线程已经出现在了这里 然后它包括我每一个线程里面的推特的嵌入 它都显示出来了这个就非常酷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推特发文的时候会嵌入其他的人的推特 比方说我引用了corner的这个推文 它也会显示在这里 所以这个用来阅读 现成就非常的好玩了 然后我可以快速的做笔记 哇 amazing 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再回到首页可以看到 我刚才添加了这些内容阅读的一个状态全部都放到这里了 也就是各种聚合的信息来源 我可以在这里统一的阅读 并且它们各自的状态可以进行分类查看 并且它的阅读体验非常非常好 还有比较好玩的是 当我添加完一些笔记之后 添加完笔记之后哟 那绝对 你可以看这个pdf也可以添加笔记 月亮88 就是我们长沙特有的小吃非常好吃 然后这个大干也可以进行导航 我们再回到这个pdf 我可以看之前的这个文章还没有解析出来 可能会还存在一些bug 但是这个epop格式真的效果非常好 好 那么重点来了 当我们阅读之后我们就要输出对不对 而readwise本身也就是它的本质工作 就是把我们阅读后的这些highlight全部都以一种统一的方式进行了归档整理 比方说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查看 我们就可以可以查看刚刚我们添加的所有高亮了 比方说刚刚我们查看的这个效率成瘾的文章里面就高亮了这个部分 包括unix哲学 然后你可以对这个内容进行下一次的编辑 然后可以收藏 但它还可以每天提醒你去review 也就是daily review 并且它可以配置每天给你发邮件 提醒你间隔重复的去记忆 也可以在桌面iOS的桌面小组件上去提醒你去review 你可以去设置它的review频率和review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并且它这里有一个每日回顾的追踪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之前的一些卡片把它编辑起来 甚至可以挖空去做处理 设置一些question answer 就跟enki差不多来多 然后如果你完成了每天的这种daily review 它就会统计在这里 目前我没有非常的坚持啊 但是我觉得当我把这些内容全部都在readwise里面阅读之后 我其实是直接导出到了我的run research里面的 然后我在run research里面也会设置一个daily的highlight 也就是每天通过这个插件 通过这个readwisedaily quote的一个插件 然后呢它每天都会帮助我插入一条我在readwise里面的quote 也就是我高粱过的笔记 那这条内容就可以一行我做一个间隔重复 所以今天我们就介绍了一下为什么我觉得readwise的reader它是最好用的阅读器了 然后另外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阅读器 它对阅读的整个流程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设计 这篇文章我之前还想翻译来着就是去谈论一下readwise的mission 和它做了哪些对阅读流程的改进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非常on 然后值得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给大家看看 另外呢我觉得它真的是能够去替换我的deagle的 我之前在这个春夏秋冬笔记法里面介绍deagle 它其实是处于一个补货阶段 春天补货这些文章高亮之后 然后把它在dev sync里面进行一个归档整理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readwise就基本上把前两部分的这个工作都做了 就是他支持你看之前为什么我要用marginote和dev 就是因为本地文件没办法在deagle里面阅读啊 也没办法把它的highlight非常方便的规整到一起 那基本上marginote和deagle对文章和文件的阅读支持 都可以被readwise给替代掉了 而且deagle本身就要几十刀每年 而readwise它的价格其实是8美元 我这里是因为我用education账号申请了一下 所以它就只有4美元了 所以真的非常值 而接下来 20%最重要的东西其实还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去提炼输出表达 就是我们在rease 里面要对我们高亮的这些笔记 进行写作提取 也就是刻意练习的一个思考过程 所以deagle我可能在今年就要跟你说拜拜了 另外呢 all in one的阅读原流程 我接下来会再带大家具体讲起怎么做笔记吧 因为更重要的是阅读过程中的思考 就是说阅读它并不是完全去接受作者的一个逻辑框架 那样你只是去复制别人的大脑而已 而真正重要的是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思考的 所以读书的收获它在于读书时思考的过程 读书的收获在于读书时思考的过程 它在于你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中产生的一些火花和连接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你在阅读和学习过程当中 想到了什么想通了什么思维和作者产生了什么样的碰撞 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这个话题可能就是留到我们之后再来讲解了 那么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接受我的案例 如果你也在尝试找一款 all-in-one的阅读软件的话 那么非常推荐 readwise reader 然后它目前还在beta阶段了 你可以先填一个你的邮箱 申请一个等待名额 然后等它公测的时候可以上手试一试 当然我也把我的邀请链接放在下面 你可以先试用一下readwise本身的功能 就可以把你已经在其他平台上阅读的高量全部都汇总到readwise 并且支持导出到notion Evernote Run Research Obsidian 这样的笔记工具当中 这个链接你可以在评论区找到它 然后如果你通过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可以获得额外30天的适用时长 好那么我们期视频到这里 希望给个三雷哦 那么我们大期再见 拜拜